我問一下女生 就真的跟她分手了能怎樣 之前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每天都待在一塊兒 一沒有她我就覺得 我幹什麼都不行了 現在因為我出來讀演 我倆也不在一塊兒了 我就突然發現 覺得沒她也差不多 就那樣 是吧 其實沒她我也能夠挺開心 所以她現在害怕了 你二十多次分手 都是真心想分的嗎 不是 是的 沒有 就是 是的 現在人家想真的分手了 你害怕了 我本來一開始 剛看到台本的時候我在想 哎呦 這個天天提分手的人 肯定就是心虛 自卑 但是我發現通過你們講述 你們之間的發生的事情之後 我發現你根本不是 你就是真的想分手 因為你根本不在乎這一段感情 你連最基本的尊重都沒有 給她彈劾愛情 她精心為你打扮 為你搭配的一身衣服 就算是一個普通的朋友送給你 你都不會對對方說出 退了吧這三個字吧 還會說自己女朋友給自己選的衣服 醜爆了 你對待這段感情沒有付出所有的真心 你說沒有到時間結婚 或者怎麼怎麼樣 需要時間發展 所有一切全是藉口 你的藉口太多了 一點都不真誠 所以我覺得女生現在要想想 為什麼在三年當中一個男生 提二十多次分手 每一次你都很委屈 發現問題了 居然都不敢跟他直接溝通 因為怕他生氣 如果談戀愛 讓自己變得這麼卑微的話 那這段戀愛不談也罷 所以在下一段感情 或者說以後的感情當中 不要讓自己在感情當中 變得太卑微 否則的話 你自己不自信 自己變卑微 就不要怪他 提二十多次分手 好 謝謝